Hello 大家好 我是Elink 我們今天想來看這個兩房一廳的公室 這裡其實有幾樣東西都是很特別的 第一 它有一個地下的停車場 外丁堡其實很難找到公室的公室 有地下的停車場是非常方便 第二 這個屋主 它不是長期租出去的 它以前是做Airbnb Holiday Home 所以它全部裝修和家具都很新淨 而且你一進去的時候 你有個感覺是很舒服 它現在是off market 它off market的價錢是 offers over 186,000 全部傢俬包起來 這個也是很特別的offer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 我約了Chris 好 我們進去看 Hello 大家好 我們首先進去就是一個冷行 看到是非常符合同場的 這裡一進去左邊就有一個電錶房 就是主人房 有一個套廁的 你看到其實房間是非常光亮的 它是有一個入場衣櫃 裡面都很大 有得掛衣服和有些套廁 可以擺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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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的 新的油油 還有大部分的傢俬都是新的 那房子的位置就向著後面 那就不需要擔心 如果向著前面的街就會很吵 其實進來的感覺真的很舒服 那這裡就是個套廁 那是有個沙泥窗 還有一個大窗 其實在愛定寶要找一個套廁 又有一個窗 是挺困難的 尤其是在flap裡面 那一出到你冷巷 這個就進去個family bathroom 那它有個浴光 加上個shower 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 是 是夠用的 那可以看到其實冷巷位置 都是挺 挺闊落的 那這裡就有多個士多房 那它就有個 水箱在這裡的 那我們這裡進去就是 第二間房 那你其實看到房子 都是很光亮 兩個房子的size 都是差不多 還有兩間房子 都是有入場衣櫃的 那它兩間房子都是用著 這些木板的shutter 都是很方便 很容易打理 和很容易清潔 很容易清潔 還有如果熟悉的話 知道這些shutter的價錢 都是不便宜 所以是 都是一個賣點來的 那你看到其實它一拉開來 真的 整個房子很光亮 還有看起來很美觀 還有看起來很美觀 這間房子 那我們這裏一進去就是 廚房 那它就是 semi-open plant 那它的雪櫃和洗衣機 都是新安裝 你會看到雖然它這邊是沒有窗 但是都非常之光晚 這裏一進去就是一個水櫃 都是新安一年左右 它這間房子有個EPC rating是C的 所以是非常之好 這裏一進去就是一個廚房 我看到是 都幾大 四四方方 和很實用 還有看到是 太陽曬到入屋 今天外丁堡 是非常之好天 那它這間房子 是位於外丁堡的北邊 附近有Astar 小廚房 和Ocean Terminal 都不是很遠 那它整間房子 是大概680呎左右 那它home report已經出來了 那它的repair category 大部分全部都是1 所以其實大致上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它絕對是moving condition 無論你是投資也好 或者買來自住也好 一收到鎖匙 是立即可以入住 那如果你是打算用來投資 那我們是有一間物業保力公司 可以處理好所有東西的 那文件尚未搞定之前 我們可以幫你登出去 那希望一收到鎖匙 就有租客可以入住 那從第一天 你就可以有租金收 那暫時這一刻 這個單位就是off market的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單位 是有興趣或者想有更多的資料 歡迎打電話給我們 或者WhatsApp 發電話給我們 我們就會盡快回覆你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或者想看更多 噢丁寶買老看老的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and comment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